大家超憨 通常我睡起來的頭髮呢 都會長這個樣子 今天是禮拜一 我這邊鼻子已經醒到不破皮了 而且剛才 因為我 就覺得太驚悚 我給大家看 我剛醒到鼻涕都出血 not good 反正因為我 上次的vlog拍到禮拜三而已 然後休息到今天 然後我六日想說也不要拍 然後今天禮拜一開始在拍 我還是可以講話 可是就是 我盡量避免講話 反正我弟也去上課 所以其實家裡是沒有人的 然後 然後假如你有看上一集vlog的話 你們大概就知道狀況 所以我阿狗仔現在也不在家裡 因為我們把他送給朋友照顧一個月 好 多喝熱水 我要吃午餐了 我剛九點起來 現在十二點 我剛九點起來 我吃了藥 我現在起來吃午餐完 再吃一次藥 就大概隔四個小時了 大家拜託保重身體 而且我一月底還要去芬蘭 喔不 趕快要好起來 趕快要好起來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二 然後我剛才呢已經出門了 就是早上主要是因為太混亂 所以我就來不及路 因為早上其實是我媽從醫院打電話把我叫醒說 今天太陽很大 給我去曬棉被 然後我就醒來了 結果我弟也睡過頭了 所以 然後我剛好藥吃完我要去看醫生 所以我剛好看醫生的地方離我弟學校蠻近的 所以 我就 打算趕快上來一邊被 完 然後我今天沒洗頭 因為我這幾天在家都不想洗頭 可是因為等一下呢要出去開會 所以 畫個妝 喔不然我外面講完 然後我早上出去的時候呢 就 就來不及 我就隨便拍個氣墊 畫個口紅 就出去了 因為我打算午餐在外面吃 這樣子也不用洗一碗 然後 剛才看了 醫生就回來 然後把我弟送去上學 然後我現在打算想說 雖然我講話喉嚨現在很痛沒有錯 可是的確還是可以講話 那我就想說 我就少講一點 然後來拍一個簡單的 睫毛教學影片好了 因為我其實很早的時候 就答應大家說 我要來拍一個睫毛的教學影片 只是因為後來我眼睛受傷 然後 睫毛的狀況不是很好 再加上就是 覺得眼睛還是要休息一下 然後後來又車展了 有什麼 然後就 反正就拖到現在 我今天使用的粉底是這個 Etude House的Double Lasting 我剛才突然想到說 欸其實我現在變滿白的耶 我現在變的皮膚滿白的 可以用一用看這個 果然 可是我加一滴 Lamere的美容有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有點霧面 有點太乾了 所以我現在感冒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我這邊 就是脫皮啊 但其他地方是還好啦 其他地方就 還OK 好 我已經到現場了 然後因為經紀人前面的會議 有一些 delay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這邊等待 因為它是需要換整件的 這邊是那個 南港 金茂大樓還是什麼的 還是什麼大樓 還是那種需要的 那個卡才可以上去 所以我應該會在這邊稍待一會兒 比這邊還好 然後就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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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都睡著了 喉嚨痛 唱歌破了 帶我的溫水陪伴我 都快被我喝完了 我剛剛滿杯出來 我現在準備要離開醫院了 我媽正在 堂戶正在弄他 因為我弟明天要期末考 我媽叫我一樣去接他回家 所以我現在要再衝去 我弟的高中 把我的這個弟弟也接回家 把我的這個弟弟也接回家 身兼司機 Oh my god 回到家看到這個超酷的 Google今天送我的 可是我 感覺是日曆 可是還不知道怎麼用 怎麼這樣寫寫 是這樣子來著的 好可愛喔 它就是一月這樣 應該是可以換卡 就換 Google 然後這邊有個便條籤 便籤 轉過來 這邊是 啥? 這邊好像 沒啥 哇 哇 是個鏡子 接著呢 還有貝VC送我的這個 絲絨精華粉 粉體精華 還有他們這個妝前 是保濕精華的妝前 謝謝貝VC 這個是我之前已經用過 但是台灣沒有通路的這塊 FIT ME的粉餅 終於要來台灣了 而且它是在寶雅 就是寶雅的專門的銷售通路 台灣二月會上市售價340塊 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我這邊手邊它寄來給我的有120號 跟220號 有兩個銀色 那再來是 因為他們 MAYBELLIN記得的時候 沒有 可能沒有那個 泡棉的關係 它那個粉有一點點灑出來 但是 應該還好 應該 沒有什麼大礙 但是就是有這個 就是 好像就是所謂的 你叫什麼 獨角獸 一直講不出名字 UNICORN UNICORN 彩虹色這樣 的一個打亮 很炫色 假如喜歡玩色的朋友呢 可能會有興趣 那粉餅的話呢 再請大家密切注意 不過台灣看起來 就是只有上這四個顏色 120 220 跟 230 235 有一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 120號真的是蠻自然的 假如是非常白皙的 那種像 比較偏向那種韓基 韓國那種 你拿韓國色號很白的話 120號對你來說也會太黃 有點可惜 只有四個顏色 最後的話呢 是這個Kiehl's的 我現在喉嚨很痛 但是還是處在一個非常驚喜的狀態 Dear Selena Happy New Year 很開心與你分享 Kiehl's 2018年全新 12.5 超能雙C精華 這不僅是市面上第一款 也是唯一僅有兩種最高濃度的維他命C精華 我覺得我現在喉嚨比較需要維他命C 不過謝謝 謝謝Kiehl 謝謝Jessica Studi跟Rina 他們好nice 這個 接下來呢 開始 我可以來試試看 這是它的那個 應該這個應該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這是它的那個廣告的單 就是 湘西的那個單 但這頭是什麼呢 它好像就是一個盒子 費盡我好大的力氣 這邊寫到了 十五左旋C 2%的維他命C 造就了這一瓶 哇啦 美妝市場第一 手創超能雙C精華 我剛才發現這裡有一個 press here 就是說兩個雙C這樣灌進來的概念 好用心的盒子 好用心的盒子 我剛才拍完了這個仙女觀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看 因為這個時候vlog上的時候 仙女觀應該已經上了 然後我今天就是你知道 雖然太陽蠻大的 但是身為病患 我還是要穿寶暖一點 所以我的發熱衣 完全就是露在外面 你看 但是我不介意 ok 我就是穿著發熱衣 也要很時尚 懂嗎 我現在還蠻慢慢 就是 預約一個副手 我其實只是想拿證明 可是他就一定要來 預約一個什麼 那我待不及吃 我才能買天好運的蝦 蝦餃 蝦餃 餓 好現在停在路邊呢 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剛才呢 要在離開板機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 外國人突然走過來 因為你知道剛才風有多大嗎 剛才風大到 就是前後遮住我的裙子 因為我今天的裙子是 就是 它是很輕盈的質感 所以風一吹起才蠻容易的飛起來 我不知道今天風會刮這麼大 你知道嗎 所以反正我在走路的時候真的很痛苦 就是前後都要抓著 然後 然後頭擺超狼狽 就是 就是很可怕 然後後來快到板機的時候呢 有一個人 他突然 我剛才擋到別人 因為我聆聽在路邊 我擋到別人 好不管 反正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然後他就突然停下來 他就跟我說 嗨 我就想說 又是一個搭三 然後讓我覺得 因為我正要幫我趕去幫我買東西 然後我想說 又是一個搭三 所以我就說 我很忙碌 想說 就是這樣混過去 然後結果他就說 Oh no no 我只是想跟你 就是say hi而已 然後我就說 OK 然後他就說 美愛我可以嗎 然後我就稍微點頭 他就說 他就講一完就說 你真的很漂亮 然後 他是外國人 可是我看不出來 他是哪一個國籍的人 然後 所以我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 然後後來他就問我說 You're so beautiful 就說你剛剛在外面 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就說 謝謝謝謝 然後他就說 那個 我給你我的名片 然後就拿出來他的名片 就從他錢包裡面 拿一個名片給我 他就說 我是說 他講得很快 因為他的口音有一點重 所以我其實 聽得沒有很清楚 也聽得沒有很懂 他就說 他是一個什麼什麼 銀行的一個什麼什麼的 就給我 然後 名片這樣子 然後 他說他來自印尼 我懂得懂 所以他是印尼人 然後呢 反正 他最後就說 下次有 他最後是說 下次有機會來印尼的話 反正就說 下次有機會來印尼的話 我們可以保持聯繫 這樣子 然後說 喔 謝謝 他就問我的名字 然後 他跟我要WhatsApp 然後我想說 不行 我們不能給聯絡方式 我就說 喔 我沒有這樣WhatsApp的 小小說謊了一下 就說 喔 我沒有用WhatsApp 他說 喔 好吧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會Email你的 這樣子 還蠻酷的經驗 從來沒有被這樣搭訕過 對 有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搭訕 就是 要看 就是 也是有真的 因為其實 某種程度上搭訕 其實是 我覺得可能到現在的年代 好像被大家誤會 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很不好 或是一個很low的一個感覺吧 可是其實早年 你沒有這些 怎麼搖一搖啊 或者是你沒有那些 什麼臉書搜尋啊 你要真的去認識別人 真的實際要靠你主動的那個 勇氣 去說 欸嗨你好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想平常 我自己有時候啊 比如說我自己去看電影 或自己去吃飯 有時候都會跟隔壁桌的人 會講話一兩句 不是每次啊 就是有時候 就是 可能聽到他們講什麼 就會差一兩句這樣 就是 有時候真的是要 這個社會 大家要有 有一點共鳴的話 真的是要主動講話 或者是比如說 像之前在週年慶也是啊 就會有人問說 現在 現在星光社會在幹嘛 週年慶啊 這樣子 就是會跟陌生人 稍微量兩句這樣子 對啊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覺得 搭訕不一定都是壞的 那當然只是說 現在社會上很多 有些人可能會 就是不好的搭訕 我也是遇過很可怕那種 就是 我正在西門町 遇過人搭訕 他衝上來就說 你很漂亮 我說 謝謝 他說 我覺得你的頭髮很好看 我說 喔好謝謝 因為他很突然 然後就有點嚇到我 然後他就說 好了 現在歡迎稱讚我 哇 嚇了我 我想說 他會不會等一下突然拿一個刀 突然捅我 就這樣超可怕的 這其實也是有很可怕的搭訕啊 但是就是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搭訕的經驗 好了 我不能再講了 我就幫我媽買東西了 我整個人呈現有點不太舒服的狀態 現在林婷在渡邊 然後剛剛 終於 MISSION ACCOMPLISH 我把我媽給的任務要買的東西 全部都買完了 啊 東奔西跑了 剛剛先去民生社區 現在跑到迪花街這邊來 啊 不知道是因為我剛才餓過頭還是怎樣 就不是很舒服的那種感覺 突然瞬間 我剛才呢 因為來醫院 所以都把相機留在車上 然後我剛才就是 傍晚來 然後稍微睡了一下 因為不是太舒服 然後 睡完之後我就跑去樓下吃那個 一個烏龍湯麵 然後整個人比較舒服 所以我剛才就立刻剪了片子 大家 這時候看VLOG的時候 應該已經上了 所以假如還沒看我這集仙女觀的話呢 我會再把連結放在上方 大家可以先看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準備去接我弟囉 要期中考 所以現在就是 四季上身 YELLO 我現在剛上車 然後我現在在台大醫院的地下停車場 然後 這光怎麼怪怪的 真的 我想說在這邊錄一錄講完 反正我還沒滿一個小時 我也沒有 沒有啟動 這邊比較安靜一點 今天來醫院呢 就是給媽媽出醫院這樣子 然後只是說 因為我要去學校 就是今天最後一週 寂寞考中 所以我還要再也回學校 所以我 剛才就請親戚 把媽媽再回家 就把手續 早上來把它擺一擺 所以我今天早上呢 因為我昨天晚上失眠 你知道嗎 我昨天晚上真是認真的睡不著 然後就 一直躺著 然後眼睛閉著就是睡不著 然後 就很淺眠就對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其實應該要 九點半要到醫院 我打算八點半左右要起床 八點四時出門 結果睡到快九點了起來 然後大概九點零五分出門 然後就很 很 很 就是已經遲到很緊急 然後我就 想說 欸不行 可是我早上要吃藥 是我的感冒藥 我想說 欸家裡怎麼 出去找不到任何一包餅乾欸 家裡怎麼沒有餅乾呢 然後就是 就是 我也忘記我昨天有買饅頭 因為家 因為之後媽媽要吃饅頭 就是弟弟早餐也可以吃 就大家都可以吃的饅頭 我忘了 然後我就拿了桌上的蓮霧吸 大概五秒鐘就出去了 就吃了蓮霧 還想說等一下 等它消化一下之後再吃藥 結果 我吃了藥 然後到了醫院之後 哇 我開始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像昨天一樣 那種反胃的感覺 就是那種 很不舒服 很噁心的那種感覺 我昨天在醫院已經也是這樣 就是昏睡了一下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就 很不舒服 結果我居然吐了 剛剛 我超久沒有吐的 我剛剛整個就吐了 你知道嗎 我剛剛 就是我媽就說 要吃一點東西 就是餵才不會一直挖空 這樣 然後我媽就拿一個吐司給我 結果我才剛吃進去第一口 然後就覺得 噢 我不行了 那感覺 然後我就跑去廁所 然後第一聲是乾藕 就是 嗯 那種 然後看褲就來看我 因為我媽就是 現在沒有 沒有事 我媽就來看我 結果後來因為我媽傷口 就是 反正anyway 就是她需要縫線就對了 然後我媽呢 因為很怕痛 她就打針會哭的那種人 哇 她聽到她縫線 整個崩潰 所以病房裡面呢 就有兩個病人 一個呢 是在發瘋 怕痛的病人 一個呢 是在吐的病人 我剛才就是 第一聲乾藕完之後 看護以為我只是 就是不舒服乾藕 結果她只要離開時 我就整個一吐 把我早上全部吃那個臉霧 就是 我不想形容 太噁心了 就是 我就整個 吐這樣 然後 超不舒服 然後聽到我媽在那邊哭 我就 第一時間當然我也覺得很吵 因為我很不舒服 可是第一下覺得 她也很可憐 然後我就自己吐完之後 擦一擦 擦一擦嘴 擦一下口 擦個兩秒 坐起來 就去安慰我媽 就說不要怕 不要怕痛 不要緊張 這樣子 就超不舒服 然後她就在那邊哭 剛剛真的是超混亂 可是因為剛才在病房 所以我就沒有把相機帶上去 因為畢竟要出院了 這邊只要跟大家故事一下時間 我剛才買了一個小米粥 因為我覺得就是雖然不舒服 也不餓 但是也不能不吃東西 不然就會變得 就一直想要 就是 胃會不舒服 所以我剛喝了 那個豬季豬肉餡餅店買的那個小米粥 就很清淡 對 那我現在要回學校了 車子太髒 我來洗車一下 距離到學校還要半個小時 所以 對不對 應該說還要半個小時才要上課 所以 最簡單的那種泡沫洗車 我拿到我的成績了 然後 還不錯 我其中期末考得到還不錯 然後再總加 書習跟那個的話 分數應該蠻高的 哈哈 太開心了 我覺得這堂課是我 讀四年半以來 最好玩的一堂課 就覺得學最多的 那我覺得 就是 最美好的一堂課 啊 我以後不會再來這個學校了 光光一下四周 雖然平常我是在另外一邊 不是在這邊 但是也很開心 要畢業了 太好了 終於可以好好申請研究所 現在要 回家 繼續照顧媽媽 然後去 買一些醫藥用品 順便買 那個 流丁汁 我跟你講我剛才開車看到一半 突然流起血來 嚇了我 你都吞進去了 什麼鬼啊 我剛才真的 我剛才在過橋的時候 突然就 快流起血 然後 然後 一直找不到地方停 因為剛才是在一個 就是 類似像高架橋的地方 我現在找靈體在路邊 是怎樣 太高興可以畢業了還是怎樣 流丁 我媽的那個流丁汁灘就在前面 都快到了 說 阿怎麼不回家在流啊 這樣我怎麼開車啊 好問題 流到這邊都是 剛才就是這樣突然一條下來 我剛吃進去好多啊 欸我覺得我的每一個面相都快被你們看完了 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沒看過的 看過流鼻血的仙女 一回到家上演 失蹤戲嗎 我媽現在不見了 我剛跑下去樓下那個 那個 鄰居那邊問 就說他有沒有去串門子 我好像跑去散步了 所以我現在去抓人 因為現在外面 又有點變涼了 我怕他感冒 好像那個神奇寶貝抓寶一樣 要去抓人 抓惠文打baby 你知道嗎 好 剛才呢去家樂福 就是買了點 那個 家用品 然後回來 然後 剛剛吃我晚餐 等一下呢要接著去 接我弟弟 就是從 家庭主婦 然後再拿來為私人看護 然後就是照顧完我媽 就接下去接私人司機 OK 行程很多 還好我今天解除 我今天正式畢業 所以 解除了這個 大學生的身份 接完我弟弟回到家了 今天的工作 算是完成了 只是明天還要上一支 新的影片 就是禮拜五的 然後我有 我有拍好一支 就是那個 睫毛教學 終於 然後 我就是 在吃 最近一直聽K說 她在吃粉 我覺得 好想吃粉 然後剛才去家樂福的時候 看到這個小的泡麵 在折扣 我就拿了 也沒吃過 不知道好不好吃 而且最近因為生病 可能早睡吧 素顏皮膚超好的 就我剛突然拿下口罩的時候才發現 而且我這幾天早上起來就是 本來都沒什麼洗臉 就用青春露就隨便這樣抹一抹 像我今天早上睡過頭也是 因為趕著去醫院找我媽媽 就 用那個 青春露隨便抹一抹 所以我今天什麼都沒擦 所以我今天什麼都沒擦 還不錯捏 滿白的 我臉還是比脖子的白點 但脖子也挺白 因為有時候脖子就會一起敷 好 我要來吃泡麵了 今天差不多這樣一天就結束了 明天就是禮拜五了 我弟最後一天考試 希望大家應該期末考也順利吧 耶 明天見 晚安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五 然後我發現我今天的皮膚 就是感冒睡很飽之後 皮膚變蠻好的 我今天臉上是用藍茲的氣墊 但是我之後會跟雪花秀做一個比較 所以大家請不要擔心 等等我的影片再下手 好不好 然後我今天要去弄頭髮 然後我今天頭看起來很油 I know I'm sorry 因為這幾天都在照顧我媽 尤其是 照顧其實是很累的事情 就聽起來好像還好 對 但今天真的蠻累的 所以累了就是你的頭都不想洗 因為我頭髮真的蠻長的 所以其實洗 我都會很細心的去洗 然後摧尾會花一陣子的時間 然後再保養什麼什麼的 但你知道說 自己生病之後也累 然後照顧也累之後 就開始變得就是 真的懶惰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剛好 因為要去整理頭髮 所以就想說那算了 直接去給髮廊的人用 就 沒關係 他們應該是不會介意的 我會跟你說對不起 好啦 那我今天的行程就是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 弄完頭髮之後 就會趕快回家 繼續找我媽 嘿嘿我到家了 到家就是 剛剛立刻 在用影片 用完影片 覺得好餓 然後就來 吃一碗湯麵 要加起司 然後先不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會把她綁起來 不讓大家知道 我頭髮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所以大家 今天這個Vlog 就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大家想看我的 新的改造造型的話呢 就要等到下個禮拜一 我會有一個專屬的 接髮的影片 然後 就會知道我 做什麼樣的造型囉 好了 這邊偷偷先賣光子 嗯哼 禮拜一就會知道 所以 喔好辣 不說不辣嗎 它包裝上面寫海鮮欸 好 所以就這樣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後也希望你們 這個禮拜也過得非常的快樂 然後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掰掰 下一個 보면 我們在那邊 怎會發了 我會發了 你 你 你